好在我们的病毒阻断措施期间呢 大家都要待在家里面 那许多的国人的生活呢 学习与社交的模式 也都有了巨大的改变 值得非常非常大的一些改变 那为了让年长国人 也能够参与数码转型 政府呢在5月31日宣布设立 新加坡数码转型办事处 来执行我们所谓的数码勒林计划 最近看报章都有看到这个新闻 叫做Senior's Go Digital 这整个计划呢 是要协助年长国人掌握数码技能 那在这个计划之下 约有一千名的数码大使 Digital Ambassadors 将帮助勒林人士掌握数码知识 那例如呢教导勒林的朋友呢 应该怎么样呢 用我们的这个打视讯 打视频的电话联系亲朋好友 跟朋友聊聊天 对怎么样手机来视讯 或者是呢怎么样的上网购物 那我们在家里面呢 怎么样的这个叫外卖 买东西 有叫阿公阿嬷学这个 是的 那么在我们小贩中心呢 在如何在小贩中心 使用我们的电子付款 就是用那个手机这样scan一下 等一下 就可以付钱了 好方便哦 那在公共场所 最近大家都要扫描这个 Safe Entry嘛 对不对 那访客登记系统 那我们的这些数码大使 也都会呢 经过呢 一对一或者是小组的方式 来教导我们的这个 乐林人士 阿公阿嬷 要怎么去学习 当然呢 他们会将在呢 全岛各地的联络所 或者是图书馆 提供乐林人士 一对一或者小组的学习 那呢 这些大使们 就会像我们的亲人一样 非常的有耐性的 亲切的提供援助 帮助呢 所有的乐林的大哥大姐 你们的克服恐惧 是的 那么在同时呢 这些数码大使呢 也将走入呢 全国的小贩中心 以及咖啡店 还有我们的施巴萨 来鼓励呢 所有的摊贩和年长的顾客 如何使用我们的电子付款 好棒哦 哇 那正所谓呢 活到老学到老 有了呢 这些呢 我们的树马大使的协助 乐林人士 你们就不用害怕新科技 对 那么在学会了新科技呢 生活也将呢 更加的方便 更加的精彩 如果你担心负担不起手机 或其他数码工具费用的低收入年长者 你们也不用担心 你们可以在这个计划下呢 申请经济援助 那所有的一些详情呢 将在迟一些会公布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报章啊 或者是我们的新闻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这个电话马上记起来好不好 这个电话非常的有用 63773800 63773800 OK看一下 我们的JBN等一下会打上来 以上的讯息是由通讯及新闻部 带给您的63773800 Screenshot起来哦 哇 所以我们所有的阿公阿嬷 我们是年长者呢 都不用担心了 我们有一千位的数码这个小天使 然后会帮助您在我们各个的地方啊 所以呢 您只要看到我们的数码小天使的话 请您千千万万不要客气 对千万不要客气 就呼吁他一下请他一下 走一个数码化的一个智能的国家 所以呢 We leave no man behind 我们就是呢 要帮助我们很多的一些配套啦 很多的一些援助 很多的一些课程 来帮助 所有呢 还正在学习 像我爸爸我妈妈 还是要慢慢逐步的学习这个新科技 是所以呢 以后呢 可能阿公阿嬷都比我们厉害了 厉害哦 我要配啦 我要配啦 可以留言哦 卡式 阿公阿公阿嬷都比也好 arda